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北京城今天宣布半拉封城 他半拉封城的意思就是他把社区都给关了 这可能是他现在能够想到的应对的一种方式 但疫情的本身依然在扩展 他爆出来的死亡数字超过900 大概909个 感染数我就没看了 可是同时间透过国际上有一个气象网站 叫做Wendy 就是疯的意思 Wendy.com 那他在气象网站 它是一个卫星的全球的网站 他从8号开始 被人发现在有关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是一种污染物 一般就是人们吃BBQ烤肉的时候 那出来的二氧化硫就比较多 二氧化硫它的健康水平是零 没有到30大概叫微克不叫豪克 大概一平米当中有30个微克 算是比较健康的水平 这个数字呢是中华民国人家在有关气候 就是空气质量的一个官方网站当中 它设置着规矩 但是从8号晚上7点 8号9号都被人测到 在武汉呢 它的峰值啊 高达1700 一平方米里面出现1700微克的这个二氧化硫 重庆高达1300 那个就 那个就差距很太大了 对吧 大家想想 30之内算是正常 良好的气候环境 那如果它高达1700的话 你查它那里讲的就是 按照台湾的标准 超过1000 人就不应该出门了 人不能出门了 有哮喘病的得带上氧气罩了 就是它有一系列的一个标准说法 那这个事呢就没有解释 结果现在呢 持续 从8号发现之后 到9号10号 持续出现 类似的状况 有些网友 有些人认为呢 应该在武汉 他说如果高达那么大的报表的话 因为它出现的是一个 以武汉市为中心嘛 它不能某一个什么武汉的 某一个武汉市政府 那不可能 它应该到不了那个程度 如果以武汉市为中心 居住了900万人到1000万人 它的二氧化流的数字可以达到这份上 有网友认为 在烧 如果烧人的话 一万四千人 这是网友他们自己推断的 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证实了 就像中共爆出的死亡数字 你同样也是没办法证实了 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说多少就是多少 那同时间呢 在美国的网站上 披露一个人 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叫火神山医院 他是火神山医院里面的 实验室里 他说透过计算房间 这个房间的空置率 他每天往外拉人 他每天应该被拉走 200到400人 那是一个 一个火神山医院 那现在呢 雷神山也已经投入使用了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状况 具体的数字完全被掩盖 那作为今天的执政者 他同样会以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执政的优秀 那谈到执政呢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风波中呢 几乎就没露面 我们看到他只见过 28号建了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后来他把这个洪森 柬埔寨首相洪森 洪森出访首尔 途经北京转机 把洪森给截留了 作为习近平权力存在的 一种标志 他见了洪森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露面 人家在家里吃鸡 人家喝汤 你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 我眼睛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威胁到他的政权了 包括昨天 纽约时报呢 也登出了文章 应该是今天了 昨天晚上 就说习近平 要失踪到什么时候 我估计受到了 很大的刺激 结果大概在四五个小时之前 习近平出现在朝阳区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习近平落区 戴口罩 出现在朝阳区 叫视察疫情 他讲说 习近平今天终于出门了 对比李克强 李克强是这个27号 到了武汉 14天之后 他终于出现了 所以这事报办这事 14天之后 李克强到了武汉之后 你知道隔离期是14天 也就说李克强回去 跟他们彼此之间隔离了14天 他敢出门 他说到了朝阳区 安征街 安征街到安华里社区 很奇怪 他为什么去那 安华里社区 安征街呢 那地方大家知道就是三环 那是三环的边上 就是三环立交桥那地方 过了桥呢 就是原来的国展中心 但他到那个地方去呢 就就你很难想象 他我也觉得很难想象 他为什么到那里去了 因为朝阳区是在去年9月份 10月份 发现废鼠疫的地方 当然那个地方距离朝阳区渔院 朝阳渔院相对有一点距离 大概五六公里 但是那个地方呢 是不是相对安全 说不好 说不好 但那个位置应该是他 如果从三环过去的话 这个意思 他从这个中南海出来 如果他还住在中南海 他从中南海出来 很顺利的上了丽交桥 上了丽交桥转一圈 第一个红里堆 就是就是他说的安征街道 拐进去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安华里社区 在官方的照片跟视频中 可以看出在他来访之前 所有的安全设施 测温度 对不对 哪些人能见习总 那周围的环境消毒 一定是都做过了 也就是他已冒着最大的风险的可能 以坚持自己的权力为目的 被迫戴口罩露面 他的权力的威胁 周围环境 周围环境权力的威胁 跟他的判断 已经迫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 所顾忌 所最顾忌的东西 而显示他的权力的存在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他的真正是权力的存在 在他露面之前的三个小时 纽约时报 死亡数字超过900 习近平消失引起关注 在加大力度跟冠状病毒 做斗争的同时 习近平已从公众消失数日 意味着政府应对疫情的斗争 可能会失败 他正努力让自己避免 受到不良后果的影响 几乎独揽大权 因此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这是纽约时报 在报道相关内容时 直接了当提出来的说法 然后就谈到了这个李文亮的死 习近平面临着公众罕见强烈的不满 连中共国严格的审查机构 也无法遏制这种声音 所以对他来讲 产生的效果 打击的效果更大 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我看过一个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呢 1997年这个人没了 已经走了 但是是美国近代历史当中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 是个女的 二次大战的时候 罗斯福把他请到了白宫 来预言后面将发生什么 当时他预言了1945年 这个二次大战的结束 罗斯福没有看到 他预言了这个后来1963年是六几年 肯尼迪总统被刺杀 这都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在1945年就已经预言了今天中共 中共夺取政权 但是呢 他们得不到台湾 他前后写了七本书 1971年他写了一本书 书中一直 他说他可以看到2035年 他在写2020年的时候 他引用了圣经里的话 他说大决战开启 敌基督 敌基督这是一个 敌基督这是一个 基督教徒当中的用词 他自己是基督徒 敌基督 撒旦 跟伪先知 假的伪先知 将与一个大写的人 他讲的是一个人 如果大写的人是指 神的概念 我以为是指神的概念 在2020年展开大决战 那如果按照这个 这个预言家自己讲的概念的话 应该是真正的神来到了人间 当真正的神来到了人间 民间所传说的一切 那事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看待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应对在今天的中国 应对在今天的中国 而他的描述 恰恰跟火星男孩讲述的是一样 火星男孩讲述的 2020年在一个大陆上 将发生第一次大灾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